台湾原住民是山林海域为家 和国家管理是冲突还是共荣 为此马远春布农族单社群书写记录部落迁已始 包括了县文化局还有乡公所都高度支持 华联领馆处也从山的后面是临班地的理念 转向肯定山的后面是家 领馆处长黄群彻他乐见其成也表示说 目前会朝着与部落原民族群共管共荣的方向 来合作管理 不论是致力于山域人文领域调查研究的张家荣 还是投入20多年心力亲身踏查旧社 仿式田调的部落族人江阿光 或者结榜推动的部落青年田祖胜 看着三人借着山的后面是家 马远布农族单社群的迁徙的出版 分享也呈现部落的迁徙历史 地方公所也高度支持 过去一些老公阿嬷之类的 少女听到她这样讲 必须未来要制作这本书 所以说真的是有心 有心人一定会促成一个成功的事情 当然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是充实有难 在这边其实看到阿光用意用这本书 其实我的想象是很简单 因为我们都是口禅 等于我们所有的部落跟族群的家族 世俗的一些故事 累积下来或许在阿光这样的一个 这本书之后 它只会是第一本 但是未来还有很多本 如果未来局长可能我这个时候 要麻烦那个林安静光局长 那未来可能要持续在这条路上 我觉得这个这条路绝对是 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停顾 会持续走下去 1991年最初由湘工所协助部落巡根之旅后 先议员简志龙顺水推舟 借着工部门之力 推动布农族被迫迁徙移住的两条古道 重返人文历史研究调查 现文化局不仅是静态的文字影音记录 局长吴俊逸表示 今年也即将展开马远关门山古道 旧社家屋的重建 应该八月都要过去对面开始打石板 然后巴斯大兰的 因为我们最近的刚才有提到的 我们的旧部落要建立和石板路的工作 即将要继续的往下推动 相较于县文化局结合部落 推动古道旧社家务的再造 林务局对于部落旧社遗址 古道踏查到人文历史环境 也从早期冲突到现在共荣 肯认山的后面不再是领班地 华林领馆处长黄群策乐见其成表示 除了来学习 未来也朝着与部落原住民族共管共荣来发展 那其实我们今天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以前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在山的后面是领班地 但是其实不是 为什么 因为我在109、107年 正是就比较认识我们马云部落 为了我们七彩湖的隐身动保护区化身 那那个保护区的化身 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们是要以布农族人为主体 去化身这个保护区 所以设定它能够让布农族人 也能够在那边生活 就是在家里的这种生活的方式 方式来化身保护区 群山之间是国家政府重要的灵物资产资源 森林深处更是原住民族群 与自然灵魂共生息的家 借着部落与公部门彼此沟通 相互尊重与信任 在台湾高山峻岭中 成为彼此共同守护的家 记者是玉兰万荣采访报道